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這身打扮是不是很痛快呢? 2018年我要坦白跟大家說 我的皮膚一直在敏感和淚固醇反彈的狀態下度過 所以我去年沒有怎樣拍妝片 亦很少說很多護膚品 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的影片 我開始拍妝片是因為我皮膚終於正常了很多 我可以敷面膜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這裡也有空 我想有些觀眾應該留意到 就是我爛了很久了 所以今年我不可以說是十大喜愛的護膚品 因為這些護膚品是我因為皮膚敏感所以用它們 而不是我隨便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歸納成為超喜歡用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 其實去年我也有接一些試用 為什麼我會在皮膚敏感的情況下 都接這些試用呢? 就是我對這些牌子都有一定的信心 知道它應該不會弄死我 我才會接的 那我不如說了一些試用 亦都覺得試用的時候 非常喜歡用的產品 Clairs這個牌子 算是我去年發掘到的一個牌子 我在韓國的時候買了他們一支Toner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看到我的YouTube頻道說的那支Toner之後 就寄了幾樣產品給我 其實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把連結放在上面 Toner和藍色的霜霜 都是渡過了我爛臉最爛最爛的時候 而這一支就是他們的防曬 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很平實的一個包裝 它的質地是一個浴霜的質地 推出來你會看到是很薄 很容易推的 不會很油膩的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這個防曬 無論我是敏感的時候用 或者現在沒有敏感的時候 都保持著它用的 其實它也很厲害的 它有SPF50加 PA4加的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味的 所以是很放心去用的一個牌子 然後就到Love is Derma B5 Hydra Boots的 Gelly Mask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面膜我用到剩下一半都沒有了 一樣它聞起來是完全沒有味的 然後它敷在臉上是冰冰涼涼 很舒緩的 而且敷完的時候會有即時提亮一點的效果 它不是說白得很厲害 如果它敷完之後白得很厲害 其實也會害怕的 它的缺點就是要敷得比較久一點 而且敷的時候很厚 我就不敢亂動 因為其實它都遮蓋得來 它算有少少流質 我好怕敷到周圍都是 這樣就要個人比較定 不可以動來動去 那就是小缺點 然後新鮮滾熱了 還有這個B Plain的保濕精華 我不知道收到GibAway的人 你們用完覺得好沒有用 那我自己就一直用 非常之喜歡 如果你發現到的話 這條影片我沒有特別去介紹一些 很霜霜的東西 或者一些乳霜的東西 因為我今年真的沒有用過 因為它這個皮膚這樣 我不想特地用一層很厚的霜霜去焗 所以基本上我塗完精華 就會完成了我的皮膚的步驟 無論是日後也好 晚上也好 除非去到真的很乾的時候 我才會去塗雪花瘦 或者是厚的一層霜霜 之前如果我只用一些Toner 或者是加少少B5 Serum 其實持久力就不太足夠 但是這個精華可以令到保濕的持久力 可以去到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也是啦 剛才所說的這三個品牌 我都有影片的 就會放在上面 大家就可以做一個詳細一點的參考 其實平時如果不是要拍片的話 我盡量都不會化全妝 至少不會先畫眼妝 只要沒有化到眼妝部分的話 其實我就不會用下妝油 反而多了就是今年會用一些Cleansing Milk 這一瓶就是Clarence的Cleansing Milk 我在卓越買的一年前 即是說已經用了足足一年才用得完 它支出來是一個淺綠色的Lotion狀 就算你說平時只是用防曬 或者會用一些粉底 其實它都足夠去落到 但是如果你說眼線 或者你塗了眼妝 我是覺得它有一點供眼 所以我也不會建議去用這個質地 因為除了它之外 其他的Cleansing Milk 我都發現有同一個問題 所以都不建議用來下眼妝的了 下完妝後面一樣很軟 不會有被人扯乾的感覺 如果像我現在這樣化完整個妝的話 我也是會用下妝油的 因為我今年的敏感 除了在臉上 還有在這裡也有一點 之外其實我的眼睛也是有事的 有些朋友應該知道 如果跟我探討過臉的濕疹 應該都收過一些很恐怖的照片 其實我的眼皮曾經腫到 好像被10隻蚊咬了這麼厲害 所以今年如果像我一樣 一路拍片 其實經常要化眼妝 塗蜘蛛 你如果不斷用那些落妝油 其實都蠻刺激 我今年會特地去用一些 折毛膏的落妝產品 除了用這支之外 我也有用KISS ME的那一支 兩支我覺得其實差不多 這支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然後你會看到裡面是一支棒棒 用法很簡單 就是這樣塗在蜘蛛上面 等它十幾二十秒 再用平日落妝的方法 你就會發現蜘蛛很快就會清除到 不需要不斷擦 我PIO這支 它的優勝點就是比較便宜 但它有微微刺眼 而KISS ME那支 是完全不會刺眼的 而且它裡面會是一個 好像梳型眼睫毛 比較容易去梳的眼睫毛 我自己就覺得好一點 所以如果不是去韓國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 特別去買Opure這個 買回KISS ME就可以了 其實我今年遇到Opure這個 我自己都覺得很喜歡的 我最近由秋冬開始用了 用了大家看我最愛的影片到現在 現在我已經用了很多 這麼大支我都用了一半 就知道我有多愛它 這一支的Toner 其實它的保濕是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就算現在冬天這麼乾都好 我也覺得其實它性價比是極好 它不是滋潤型的 它是純粹我覺得是保濕型的 而且我之前好像沒有跟大家分享過它的packaging 它是按壓形式的Toner 這麼大支其實你要倒出來也不方便 然後我上次去沖繩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是買過FANCO的這一支系列 十日試用妝的 我不知道它中文名是什麼 總之就是這個 橙色瓶的滋潤型Toner 大家看不看到它的水 其實不是流得很快的 它有相對程度的厚度 但是又未至於精華的那種濃度 對於我這種沙漠機來說 真的是救星的感覺 但是你問我這麼喜歡它 是否會變成不停回購的產品 我又覺得 基於它要一個月之內 去用完整支的Toner 就真的會有不停的 但是 無損我對它喜歡的程度 它真的很好用的一個產品 而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中性肌膚 又是二十歲頭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花錢去買它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比較適合一些輕熟成熟肌 還有非常非常乾的皮膚 你用什麼都覺得不夠保濕的話 你就真的可以去試一下它 它是真是很不錯的一個Toner 其實大家應該不知道 我亦都沒有提及過 我一直都有用Lanage的這個Lip Mask 我一直沒有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我覺得它其實也不算是很特別 特別到它會變成我的某一個月最愛 但是 用了一年 我又真的繼續用它 它默默成為了 我今年都很喜歡用的一個產品 問心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 就不是我喜歡的味道 它是那種 士多啤梨牛奶糖的味道 當然我不是365天都用它 所以就更加看到效果了 如果我沒有用到它那一晚 即是沒有塗潤唇膏 又沒有用它的話 其實第二天 是很容易有死皮 然後塗唇膏是會卡皮的 如果用了它的話 早上去洗臉 就很容易抹掉死皮 嘴唇就會很滑 如果你說只塗潤唇膏 不是用它的話 其實就不至於會有死皮 但早上起床 你會發現嘴唇都會覺得乾 沒有用它的時候 感覺上滋潤 這就是我對它的評價 之後就到 又是它了 今年真的不可以沒有它 就是我在韓國買的 Around Me Rose Hip Perfume Hair Oil 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問過我 究竟是在哪裡買呢 就是在韓國的一間美妝店 是LOB 還是LOHB 就是在那間那裡看到的 價錢大約在香港港幣 120元左右 每一個朋友買回來 都有跟我說覺得很好用 但有些朋友會覺得 顏色這一款很香 也有朋友會覺得 藍色那款比較香 所以大家都是要去到韓國那裡 它有TESTA 你可以噴出來問一下 就決定自己買哪一款 它是一個不黏的髮尾油 所以非常之好 就是在外面之前用 你塗完之後 你又會發現 你的髮尾是會亮了 之後有滋潤感 但是就不會黏黏黏 一注一注 就是我很喜歡用它的原因 好了 我就分享完一些 2018年我自己很喜歡用的護膚品給大家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掰掰